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 今天还在做一只这一个呃 这个看包装应该就知道应该是库存笔了吧 这个应该不用什么质疑了呃永生400那 哦四季香港激烈哎呀啊 还是我家的一个什么的呃有为什么会写这个字 但是知道观众一定要告诉我这个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特色 因为说实话那个 早期的香港字笔或者香港流行哪些哪些笔是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是主要先接触现场笔 然后呃然后再回去看就是中国笔这类的 但中国笔说实话并不太能说呃怎么说带起我个人的一个兴趣 这样子呃还写了香港几年啊 这只笔真的是呃这个我这么要怎么说啊有点莫名其妙的那个 怎么讲呢呃情怀吧 好那先看一下这只笔然后一样的呃无印 然后还有我的一个146吧 我估计m800有的人会比较少一点 还是说有146的人比较多一点 还这个真不知道 呃好一样无印男品的这样子笔那两只笔出息肯定差不多 那稍微比无印男品这些短一点那跟146这种中型笔的话就是那就没法比了这个粗细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一个粗细 然后我们再下来先先把笔给收一下 再下来的话就这样子那这一只笔首先先说那这个处理来讲这个金色笔夹笔夹的话还看起来有点特别了但只是 就是井上添花了并不会有特别影响那不松不紧啊这个比较刚刚好不会特别的过紧就不会说之前呢有一些我也忘了哪些比方拔不起来等等的问题 然后这一只全整只金色比个人觉得有点太夸张了这个另外那个但上面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就是这个纹路上面摸是有那个触感不知道会不会有声音啊 貌似没有但是有点凹凸感的摸起来手感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如果他画纹改一下我觉得这个纹理这个pattern嘛就是还是挺漂亮的 其实呃笔的部分就是may in china写了这样子的一个字 然后笔顶上面这个应该是塑料件了这个应该嗯没有什么好讲的这边平的啊也是很正常的哎这一个嗯嗯这个手感还挺不错插拔的 对这个插拔感觉是呃有点滑但是又不卡然后就是但是又没有又不是那种就是说你按到差不多然后他自动 啪一下这样进去又没有到那个这个手感还挺可以的有有点意思啊另外比这个的话这一次这个的话比握上面来讲哎挺顺的但是还是那种塑料感太强了 因为虽然说现在很多笔都是塑料的但是这个就是那种摸起来那种塑料管就是温润的感觉吧我觉得差那么一点还是说他也不像是别的材料笔舌的话也是呃特没没什么特点吧我觉得还是嗯本利利利上面的话那个也是应该是很常见的吧应该也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磨 什么的就是应该跟大部分比应该他们都通用了唯一就是这个14k金币接呢我觉得倒是这个选起来的效果我你看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虚位就是没有什么缝隙呃选起来的时候有点像那一个什么就是有点像那旋钮的那种感觉 没有任何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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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卡这一点是做的挺好的另外那个西莫西一如既玩的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几年式上面写这个应该是lucky幸运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比比感看起来挺厚的那整支笔的配重来讲也是呃感觉后面是偏重一点 但是不会不是很明显不太影响你书写就没有说别的比说配重差那么多但是如果看重心的话对能看到就是正常重心最好是在我手指这个位置嘛 然后你刚好一架然后中心在这那书写感受会最好或者偏浅一点嘛这个重心感觉就是偏厚了你看到这里他还是往后去清啊呃对这个地方配重应该不算是特别好这样子 呃比肩的话应该个人不是很抱希望的因为金肩比也不敢说是很多了但是呃说实话有有特点的金肩比也或者是说金肩跟肝肩都能写了写到一个位置你不会说他在意他是不是金肩我觉得这样子解释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超过一定价位的比他都是不是为了使用性都是为了其他需求嘛所以呢就就能监制这个 好那一样的那我就简单一点因为刚刚做完上一只然后我下一只我就直接那个在下面这样写那省点时间好上面的这个波特面那我下面一样 好了那书写完感觉呢出息也是很正常的这个肩估计也是F肩这样子呃个人来讲除了国产除了富利文以外嘛另外个人比较满意的肩都基本上都是永生为主其他的如果你说特别印象不好的那第一个数数的肯定是他谈笔 但是如果说整体来讲写中文的话暂时个人觉得活产品会比日比做的好就是说真的纯写中文的话而且永生的那个阻尼感以及他的 嗯他讲 对永生的反坚其实你看这一系这一出他的反馈是比较明显的相对来讲英雄100我觉得他的那一块暗间的那一对基本上都是比较推荐的 但其他的像这类民间的或者活塞那些个人比较推永生多一点如果单纯是这两个品牌去对比的话另外就是说永永生的话他的肩的话第一个接动性你要换肩或者接用别的比的话非常容易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暂时来讲没怎么翻过车了像英本之前本人那支英雄100的话有观众反馈说装不回去对我估计我那只是买到一个瑕疵比呢因为我没有那个凹槽还是说怎么回事因为这照理来说不会那么难装的那一支笔我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因为钢笔他不是结构很复杂一个东西他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笔舌跟笔卧上面的那个塑料收缩率然后导致他这些出没的大小我觉得这一 这个会更重要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呃单纯的从那个结构就是整个产品结构来讲他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好那总体来讲的话笔的话只推荐笔尖其他都不是很推荐的这样子一支笔如果真的要讲这支因为造型来讲不是特别好好因为 因为如果真的跟高级的话直接一支146放在这嘛对吧然后146那个因为国厂这个廉价的146没有这种就同一种方式出来吗都是模具吗但这个相对来讲滑很多这个就是有点没那么滑就有点像肥皂洗完那样子那种感觉呃名的话应该叫不过是吧应该是这么讲吧 然后就是对这样子然后大小的话就刚刚好那没有什么特别唯独就是造整体造型真的有点太夸张了个人来讲呃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了那有点不太好接受这样子好那整支笔的评测就到这里了那有什么那个特别那个前面讲的香港几点几个字麻烦那个帮我补补补充一下那个谢谢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